在江湖中快乐 在江湖中长旗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青谈节目 我是胡一青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盘特别的起战 是日本业余围棋大会的决赛 由平岗聪业余八段 迎战立元家树只业余七段的一盘棋 下面我们先进入这盘棋的对局 第一手日本的业余围棋 依然和中国中韩的棋有点不一样 非常奔放 即使在决赛中 平岗从第一手棋也下出了五五 立田家树不为所动 两联系应战 黑棋下得非常奔放 尤其这盘棋的对局时间是18年的8月份下的 这时其实已经中韩棋谈 包括日本棋谈受AI的影响力非常大 而平岗聪依然我心我缩 下了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个下法 首先这两手棋 肯定得不到AI的一个认可 因为尤其对于这一手 我们以前觉得这手超高幕也是完全可以下的 而只要给AI他认为下马上就得走这个 因为一旦走完实际上就比如说实际上走这个以后 白锡 这个挂脚完全是AI时代的一个新的下法 以前我们的挂脚都会选择这个或者这个 甚至理事实靠这个也得到大家的不同的一个认可吧 这手棋最常见的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定式 这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两分的定式 而在伊田基基等的时代 超高幕也非常流行 所以平岗聪的年龄 其实平岗聪和我国的业预期手机交战了很多年 他跟我都下了好多盘棋 应该是比我要大批 现在估计应该是在50岁左右 47、8到50岁的样子 应该说受到日本传统围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他的棋非常非常的厚实稳健 上上后半盘发力 所以布局时候下出这样一个奔放的下法 如果遮掉那个名字 让我猜是平岗聪 应该是猜不大到 但随后两首棋又回到了平岗聪传统的一个风格 后咒 日本人为棋还是这样 依然就是必须是把自己的一种性格 对其人理解放在胜率之前 这首是现在AI推荐的一个下法 大家都知道甘思阳这名著名的职业棋手吧 他有一个阳春流 但现在大家看他棋谱 白棋的两个超高母级非常少见了 究其原因就是AI认为这个挂脚太厉害 按照我们传统理论 新问以后被这个两个走完以后 应该说是黑棋有利 因为白棋如果肩出的话 黑棋点个33 这两个子对白棋攻击性很强 白棋子效很容易很低 而如果白棋肩注重实地的话 黑棋往这一跳 白棋这里很委屈 但现在AI给我们了一种新的一种理解和答案 它就脱退 这在我们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长一沾 然后白棋脱先也可以 挑补一个也可以 甚至还有的是 当然不是这样一个局面 白棋局部还有这一手 黑棋跳 白棋再跟着跳 这样的话 根据用AI的一个胜率的表述的话 黑棋至少加了十几个点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的一个判断和一个认证以后 又因为它的起厉害 所以下超高目的起手越来越少 偶尔有下超高目 但也很快就把这手棋给补了 实际上走这个时候 白棋电脑肯定是推荐白棋往这走 他觉得这个是不容错失的要点 但对手力填加速 小飞手一个不动庐山 黑棋再跳 这样这两手棋又恢复了 平岗从传统一种风格 厚重稳健 看到这个两肩跳 其实大家传统的时候 更看到小飞手脚 对吧 单关脚 大飞手脚都比较多 而两肩跳被认为是 比较奔放 比较奔放的一个下法 并不一定注重实地 因为将来这脚上各种各样的手段非常多 但现在电脑是对最推崇这一个两肩跳 其他每个手脚都有它的一定的局限性或一定的弱点 比如说这个大飞手脚 我们前几次节目也讲过了 主要担心这个碰 对吧 还有这个走这个 一方面子孝写的偏低点 另外白棋有这一靠 黑棋如果跟着力的话 就我们先看无忧角吧 无忧角担心有两点 一个是尖冲 认为这个子孝 白棋就算一跳 黑棋子孝太低 即使小飞手脚电脑最推崇下法 也是这个 接了一跳 比如说无忧角 接了一跳 另外一个是碰这个 碰了一场 这两个都是黑棋子孝显得比较低 单跳这个 如果白棋一靠 黑棋只是一力的话 那无疑白棋 他认为白棋已经得力了 就算跳一个也可以 扳的话白棋有反扳 反扳这个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吃白棋吃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拐 这基本上都是 下到目前为止都必然的 随后白棋有拐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下法 拐一个黑棋吃一个 也要跳一个也有 还有一个是先尝试硬手 黑棋肯定不肯这个白棋 如果这干亏一下 白棋就挡 再拐 这两下明显便宜 黑棋必然吃住 白棋可以取得这个挡的先手以后 所有可以选择拐 或者掺二 或者走这个 这个也有 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下法 白棋再扳 黑棋不能贪吃 贪吃的话 白棋就吃了一尝 这黑棋全球目数很容易就局限在这里 黑棋要出头 白棋就虎 黑棋飞 白棋飞出 这样也是一个白棋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 从这些变化中也由此可见 我们现在所有的骑手 尤其在布局阶段 受AI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而相反 日本骑手 可能尤其日本业余骑手 在这对还是坚持了他们以前的传统一种理念 这有利有弊也是很难讲得清楚 其实从竞技的角度讲 围棋肯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 而在发展过程中 也缺失了一些传统他们的一些自己对其的一些个性和理解 这可能是日本骑手最注重的一个方面 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实战中 实战 黑棋如果是两间跳的一个手脚 我觉得今天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 主要摆一摆这个的变化 两间高跳一个攻防 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专题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专题 白棋可以选择的有很多种下法 第一个这部B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场 黑棋自然是高位 只要是高位 这部B的位置一般都不会太差 黑棋如果这里不看这边的话 如果只是一个心的话 肩走这个 肩顶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心 随后白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下法 就是搬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点这个 黑棋如果跳的话 白棋冲 首先黑棋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白棋盖住 这个白棋太满意了 接下去白棋即使打吃一下 就会可以满意 而且白棋根据这个情况形式不同 还有刺的下法 一旦外面价值变小的话 还存在这个刺取缔的下法 而且黑棋还很难防 黑棋如果吃这个的话 被白棋这些手打吃一下 苦不堪言 走这个的话再被一吃 就没法看了 那只能沾这个 沾这个白棋随时可以找机会打下 这个黑棋损失 外面损失太大 所以黑棋走 白棋搬以后 黑棋肯定就不能再挡了 而且只能再跳 这也是一个下法 另外黑棋也可以考虑爬的反击 但无论如何 白棋这一手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步棋 先点 黑棋走 白棋再搬 点再搬 如果先搬再点的话 黑棋必然是会遭到黑棋的反击 这两个手先明显亏了 白棋走这个 黑棋抄 那如果这个时候 白棋是不可能往这搬的 肯定是直接下来 所以一个是这个变化 这个黑棋如果防守的话 就跳一个 这脚上基本是可以点成黑棋的一个实地 另外白棋这一代还有这个点 点了拖也有 还有点 我之前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一手小接 然后黑棋如果走在外面 那白棋轻松活个脚 所以白棋应该可以满意 黑棋挤 白棋有飞 黑棋如果吃的话 那白棋就拆个二 这也是白棋可以 这吃一下也可以 不吃也可以拆个二 这和白棋点了拖 有异曲同工之妙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 接下白棋可以考虑长 也可以考虎 都起到一个通过利用黑棋脚上的一个弱点 迅速在这扩张展开的一个下法 当然最常见的一个下法 还是靠这个 这个首先一定要真子有力 这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说真子有力 我们必须要看的是这个真子是必须要看的 如果走这个被黑棋简单 如果真掉的话 那这个图白棋断然不可以接受 接下来黑棋的印法 无疑有四种 长 斑 外长 外斑 现在我们看最简单的 长 这步棋尽管简单 但实际上明显亏损了 白棋在跳 黑棋接下来的时候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清理了走 拆一个 将来白棋还保留着顶 顶峰段黑棋的手段 黑棋如果要确保安全第一的话 拐这个 那这个子效明显太低了 白棋就算拆一个 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首歌 就对于这样一个局面 挂脚走这个白拆 这显然很正常 其实作为黑棋先走两个 被白棋改成这样的话 已经很不满意了 况且黑棋又在这病了一个 白棋这两个 这个病无意义和事部大还手 白棋这两部尽管稍有损失 但显然没有这部病的问题大 这个首歌一看的话 就黑棋断然不能接受 所以这部长是最少见的 同样外长的道理 外长也不多见 接下来白棋搬一个 黑棋很难硬 黑棋断显然不利 断白棋是有活脚 也有可能打下打穿你 搬这个的话 白棋就算虎一个 这骑形非常富有弹性 倒虎也可以 所以外长 两个长的下法比较少 一般都最多见的是两个搬 两个搬 首先我们先看外搬 外搬白棋反搬是好起 如果搬这个 白棋必然也是断的 外搬白棋搬黑棋吃 那就跟刚才一个图还原 我们先看这个图 这个图黑棋粘 这样两手棋交换以后 白棋可以先补下 可以先比如说守个脚 或拆个边 都没问题 将来白棋留有活脚的手段 刚开始我以为这棋活脚手段只有走这个 我曾经下过这样一盘实战 以为活脚手段只有这个 然后白棋一尖 这样活脚觉得活得不大 并不是特别满意 随后那盘棋 我实在是选择拖鞋 我拆了一个 对手经过场考以后跳了一个 但我就在外面一直下 下到中后半盘 我突然发现白棋有这靠一个的好手 为什么说靠一个是好手呢 黑棋走这个 白棋就算一沾 黑棋走这个 白棋有一个挖了做截的手段 只要这一带是黑棋的实控 这个截非常现实 几乎是在黑棋空里出棋的 几乎可以看成这样 而黑棋如果虎了团 白棋就等于走了一虎 这局部也有一个截 所以有了这部靠以后 这局部只是有一个打截活 黑棋的实控的效率并不是那么高 黑棋要补棋可能只能补在这里 很难补 补这个也不好补 补这个又补白棋一尖 还是有点味道 所以这补棋也不太好补 更何况白棋有更好的活棋手段 是顶这个 这看上去很俗 其实一步好手 黑棋走 挡 白棋搬 接下去无论白棋虎还是利 白棋利黑棋估计只能沾 白棋再一虎 这个脚活得很舒服 同样白棋也可以虎这个 黑棋如果打直在沾上 白棋一粒 这跟刚才这个图的比较差的还是很多 这个图加了黑棋还有搬连搬 黑棋搬在沾也好 搬连搬也好 各种手段 但顶了搬是一个具体的一个非常俗单 俗而有力的一个下方 也有骑手 曾经说黑棋这部糊 很不错 但实际上白棋有这部点的好手 依然离黑棋头疼 黑棋走这个白棋继续可以还原 我们一会儿要讲的这个定势 黑棋如果沾的话 那这一下明显又被白棋便宜到了 更何况白棋还是有这个手段 况且白棋还有这一单比较清凌的下方 这被点到一下不舒服 所以这次黑棋还是沾一个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最常见的一个下方 无论是黑棋搬白棋断 还是黑棋搬这个白棋搬这个 再吃 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白棋可以长 长 这是我们强调一定要针子有力 白棋再走这个 黑棋如果虎在这的话 白棋立下适应手 黑棋很难受 如果继续均力一定要吃掉白棋的话 那有点得不偿失 白就算管 这白棋通过一个先手整形 把这边全堵住了 黑棋的效率并不是特别高 将来销了以后 这关子白棋这个斑章还是有先手味道 这个时候直办是白棋的先手 如果走这个白棋立也是先手 所以黑棋如果放弃脚地的话 白棋先手活个脚 外边也有紫 所以黑棋这两块棋也得处理 所以这个下法十分有力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继续立一个适应手 黑棋走 白棋一段 这也是一个纠缠的好手 黑棋如果长的话 白棋就先手一立 再一跳 通过一个战斗把黑棋脚上实地给限制住 同时也取得一个局面的主动权 如果黑棋吃两下 一走 这白棋从总体来讲 也起到了一个限制黑棋的作用 而且白棋也打开了局面 同样 这个局面下 黑棋还有吃这个的下法 吃这个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白棋走这个 白棋可以先吃一下 小尖是局部的好手 黑棋吃 白棋可以考虑直接断 这个是一个弃子的一个下法 走这个 白棋再压 这黑棋比较困难 即使白棋吃了白棋都未经得便宜 如果黑棋吃这个的话 白棋就先手挡一下 踢 白棋再断 这接下来局面变化可能会比较复杂 但只要记住一点 白棋这些子都是可气可取的 因为黑棋都走在里面 而白棋都是走在外边 这些子气了 只要在外面取得相当利益 就是可以接受 所以这些图对白棋靠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思路 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 黑棋最常见的 也是最简绵的一个应对 那就搬这个 白棋断 黑棋退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应对 接下来白棋吃 虎 黑棋如果吃一会儿 白棋拐一个 这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基本型吧 应该说黑棋这里 黑棋也可以管一下 再走 将来可以刺一下 是一个局部的基本型 应该说这一个是得势差不多 因为黑棋毕竟也把自己的脚给下扎实了 取得了先手 另外黑棋也有点这个的一个下法 白棋走这个 黑棋挡 把白棋给下重了 白棋估计会走一个这个 然后黑棋在四季找机会 往这里动点脑筋 或者贴出或者拖 这也是一个思路 从总体来说 这也是成为了一个局部的新定式 但从这盘棋可以看出 日本棋手可能在这一方面局部研究的还比较少 走这个 为什么说现在日本的职业棋手 尤其顶尖像锦山玉泰啊 伊利良之野啊 之野虎玩等等比较强 因为他们现在起今已经是既然有继承日本棋手 棋行感觉好的优点 同时也吸取了中韩棋手所长 也注重时效 对AI的一些新的变化也了然于凶 像实战这个定式 这应该说我觉得在近一年的中韩起战 实战中心是根本就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定式是一个被淘汰掉的定式 所有的下法都是拖了一连半 这个是现在真正流行的一个定式 几乎每盘都是这么下 如果面对挂完脚跳或者小飞 已经没有人再要下这个二路飞了 或者黑色或者贴齐或者跳都有 二路飞以后的一个最大缺点 是认为被车将来靠了压住以后 电脑更强调中央的这个价值 他认为这个形状并不好 被靠了一组 所以这个下法 黑色飞白鸡池脱鲜或者一间夹或者靠 都认为黑色这部飞过于松缓 这个下法渐渐是越来越少 然后在这盘棋的实战中又看到了 所以不得不说日本棋手 在这一代的局面的研究中 还是稍微落后了一点 接下来这盘棋 其实可以等于出一道布局的题目 好点有很多 比如说A拆二 B逼住 C比如说点这个 或者飞这个 D逼住 这四个点 四个好点 如果让我来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 我的一排是这个 然后B是 然后抢这个 再是这个 最后才是这个 我估计会这么选 尤其这一首棋 我觉得有这样的黑棋的一个角 这样跳出一个角 这个是一个弱小 而且这首棋的价值非常大 从我们小时候学棋的一个理论是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手脚效率比这样还要更高一点 但实际上随着后面对棋的理解不同 觉得也未必 因为里面的味道确实很坏 白棋点一个或走这个 或拖一个 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不一定比这个好 当然电脑也十分不认可这个构造 因为他认为这个构造被白棋兼充一个 很难受 他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电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最不及也要这样 这个效率太低 他认为 可能这两个相比的话 电脑更推崇这个了 但无论如何上 这手棋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因为被白棋走一个 黑棋如果要注重实地的话 白棋就算差一个二 黑棋这手棋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并不是特别着急 而如果黑棋要注重外事的话 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脚地目处是差的非常多 刚才一个可以点黑棋二十目 而这里一个图点白棋十目棋都不止 而黑棋所得到就是这里多了三个子 对加拿来这里的一代的发挥究竟有多少 还是一个未知数 实际上白棋选择这个 这个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 应该是不如这个和这个 而黑棋也不觉得这个大 先拆一个 他可能觉得白棋旦往这走过来 这里逼的价值就变大了 然后实际上下一手 我觉得这两个可能只是一个 其风不同做出了选择不同 但下一手我觉得是明显的一个问题 这部B的价值我觉得并不是很大 可能他还是看中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法 具体点入尖的一个下法 但实际上白棋就算走这个 就算飞起 黑棋就算抢到这个 那不是白棋正好吗 白棋正好点了盖住 中间的价值丝毫不比这个价值小 如果黑棋走这个 本来如果这里黑棋不拆二的话 白棋这两个还稍微心有不甘 觉得你本身我逼住以后还有各种手段 这两个盖住以后把手段给卖 但黑棋拆完二以后 白棋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好点 这样的棋白棋下的更为流畅一点 实际上走完这个黑棋 给黑棋抢到了这一手 感觉黑棋布局稍稍占据一些上风 接下来白棋要动脑筋了 全局大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好点 但同时我觉得黑棋可以先试 白棋可以先试一下硬手 这个黑棋如果走直的话 白棋可以逼住 可以指效更高一点 另外也可以 这个估计走不着了 这个估计黑棋会扩张 这两手交换位置 但这个应该是走得到的 走到以后逼住 白棋不可能往这一袋发力 这一袋发力以后 以后拖啊靠啊 这手段很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积极一点 实际上白棋拆一个 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双方的布局 其实都是发挥的一般 尤其白棋来说 这两手其实都稍微缓一点 但接下来招法 就可以充分体验了 平港从这名世界知名业余 骑手的一个强项吧 这部靠下的非常的好 他就是一种厚重下的发力 每次跟他下骑都特别特别累 长 尽管因为跟他下骑一直感觉局面领先 但他骑特别厚 一定要时刻提防着他发力 靠了一飞 局部的好手 一方面巩固脚 刚才我们讲过 这个白棋随时有这样的手段 无论拖了尖或拖了拖 或者点了靠 活一个脚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你想全杀他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白棋随便飞一个 这活得很轻松 或者飞这个 或飞这个 活得很轻松 挖斩的话 白棋虎一个就简单活了 这个是把脚上防住的好气 同时也扩张自己的模样 这几下 一方面把这个白棋模样限制住了 同时也扩张自己模样 更巩固了脚上 脚上将来白棋 估计也只有这靠一下 靠一下有点 稍微有点小的起 黑棋靠确实还有点难应付 总之白棋有一粒 有一个活脚的手段 如果扳的话 白棋就比如说扳这个 再扳这个 有一点小的味道 但并不是特别大起 黑棋可以考虑一些 吃这个之类的 有点小的起 但跟刚才那个相比点了 靠相比那是差的 插到天上去 插得特别多 这里 白棋打入 尖顶 实际下面一手棋 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实在太大方了 也充分体现日本棋手 太枉了 这个大飞我觉得 很难想象 这棋按照我的想法 这白棋至少 这是一个脱一个 是一个硬手 如果黑棋要外边 那我将来 比如说扳到一下 黑棋 那我再走 比如说削到再远点都可以 至少留了一个火角 如果走这个 黑棋扳里面 我可以反扳这个 黑棋 那我就不肯气了 我这长一个 这棋 我将来一虎就是活形 这无论如何 也不肯这么大方 更何况 我觉得这棋 白棋应该可以试 就试一下硬手 走这个 走这个 白棋再靠一个 之类 或者再拖 都可以 而且留有了 这个各种手段 甚至走这个以后 拆个一都可以 无论如何 这手棋 我觉得太大方了 黑棋 虎柱 尤其对于平岗 从这样风格起的时候 肯定心情 应该是好的 不得了 就特别厚实 而且木又多 而白棋 可能它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就限制一下 限制一下 你这个大模样 我的重中之重还往这发力 但其实这手棋 现在看来也 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有收获 这穿掉有收获 但实际 这开始了 平岗从拿手好气 掉这个 如果拉我下的话 我估计会尖冲这个 它跳的话 我这样压过去 这样我感觉 比实战这样的力道 要高很多 如果贴的话 我就继续纠缠 再尝 感觉先把这个拿下来 还是很大的 平岗从可能担心 是这样一个对围 可能有点看不清楚 他更喜欢这样慢慢来 这要更好掌控一些 白紙大飞 黑紙跳 白紙跳 这几手棋 充分体现日本业余棋手的 一种风格 日本棋手的一种风格 走得都特别赏心悦目 而且看不清 未确定的因素都很多 日本棋手都特别擅长 下这样的一个局面 白棋实战 抢一票 但这手棋 感觉就是把自己的主动权 交给了 应该说跟这手棋 有点关系 把主动权交给了黑棋 因为这个局面 其实黑棋这块棋 并没有完全安定 而且这块棋 其实也没有完全连同 白棋靠一靠 扳一扳 完全可以把它后路给 绝断 那我更想把这棋 走得大一点 我尽量把这条中枢线 给抢过来 因为一旦白棋抢过了以后 白棋各种进攻手段 就出现了 比如拐啊 跳啊 进攻手段就出现了 而被黑棋 如果抢过来的话 那成为黑棋 对白棋施压的一个手段 而白棋又是很难下 这里白棋稍微缓了一缓以后 这整个局面的走向 就完全不一样 黑棋点 这是黑棋 其实可以考虑走这样 白棋如果飞 黑棋顺势贴出 大大严厉的这手打入 实际直接打入都可以 先封住这个扣子 然后实战 平港同时还是喜欢厚 他觉得把这条中枢线抢过来 我把这块鞋连厚了 同时我这里也能发力 又能慢慢瞄着你这块鞋的攻击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构想 白棋刺一下 这部沾也是好脾气 我觉得至少黑棋应该是传到这 但他是不想在这里纠缠 站住 那这两下交换白棋没有亏的道理 随后这部又是稍微有点缓 从整体来看 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棋手 在一些比赛中都已经 自己的一个弦都绷得特别紧 都不太云石 就看这个棋就看得比较别扭 他感觉这手棋还是往这走 下一手瞄着飞过来 如果黑棋走这的话 我肯定想去抢实地了 比如说在这走一个适应手 再走这个 没有办法这么悠哉悠哉的下棋 这个感觉将来被黑棋 对黑棋这块棋的压力明显显得不足 将来黑棋走一个 白棋这形状也要补 而黑棋就完全连后了 平靋下后自己以后开始发力 这正是他拿手好气 下面一手白棋的适应一手 也有些问题 是在这里 那黑棋肯定毫不容易 把这个给飞死 这白棋应该还是应该往这使 这个这两个子的交换 和这两个子的交换 那这里可以借用多多了 就靠连搬 或者就拆一个 这到处都有手段 如果黑棋要分段 白棋拖 对吧 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段就出来了 这两个走完以后 这一带就没有什么利用 此时局面重中之重 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这一带的工方 这走完以后 实际上他选择这个溜过 溜过本身并不是恶手 当然这两个 我觉得白棋完全可以再做些准备 虽然你实际上白棋的思路就这样算了 实际上白棋的思路就这样算 但这样算之前 肯定是想再便宜两下 比如说往这靠一下 看你你怎么样给我便宜一点 或者我就飞一飞啊 甚至搬一搬啊 总是要有些 你如果肯忍 我这留点手段 那我再走 这样的指向就高一点 同时骑黑棋 这步骑也是比较客气 黑棋如果这是比较凶横一点 可以先靠这个 先拖 先搞一下白棋 再断 看一下白棋怎么硬 有没有可能黑棋这里多点先手 不让白棋轻易度过 所以看这个日本乐棋手 尽管两名骑手 骑行实力都非常的强 但他们的一个 从整体的一个进气的角度 两个人对抗性并不是很强 就这盘骑的整体的一个对抗性 感觉双方都自己 都走得堂堂正正 形状很优美 都很讲骑力 但确实给对上施压这个角度讲 就是整体的一个对抗性不足 这其实不仅是日本业余骑台 日本职业骑台大多数的骑手 也都存在这个问题 当然年轻一代 有些骑手特别是 像景山啊 职业虎啊 伊丽辽啊 甚至许家园啊 这些骑手都非常有实力 这年轻骑手就吸取不足 所以这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这骑白骑从道理上讲也应该绷得紧一点 这将来提了再提掉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应该绷得紧一点 这个又有点松 下到这样的局面下 应该说是黑骑顺风满帆的一盘骑吧 白骑这骑如何逆转 是需要动点脑筋 尽管插的不多 一起 继续 边涨一点实地 边瞄着白骑的弱点 白骑笑飞 一起靠 我想下到这个局面下 平港冲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愉快的 这完全下到他的套路上 在这种局面的这种感觉 确实都是平港冲非常强的地方 步步推进啊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一方面限制白骑的模样的一个发展 将来因为他认为被白骑搬了连搬 这控里还出现了不少控 另外一步也加强脚步 就是这种靠就肯定不存在了 因为接下来黑骑这冲断已经让白骑很头疼 如果走这这还被压一下 沾的话顶就先手 那白骑咬咬牙把这下给卖了 一起退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由于有了这个字 这里肯定不能点目 我们从这里点 1234517232425目起 2628333240505560 加中间白骑应该62三目的样子 黑骑如果这全部能点控 5678909020289313244545657585960 光黑骑这里加这里一带的木树 这间跟全聚差不多 而这一带和这里的潜力负责贴木 况且黑骑明显要厚 这里掌控的空间也多 所以应该说这骑是黑骑优势的一盘骑 究骑原因还是布局阶段 包括续盘的一个战斗中 白骑下的过于稳健 实际上白骑 白骑是骑风稳健 但它并不是没有力量 实际上白骑这里就开始施展一些手段 拖 确实也该亮招了 正准备亮招的时候 它又走出这个组 这实在让人觉得实在太稳健了 尽管这里是有点弱点 但我觉得 比如说白骑这个事是不是搬一下 在这种地方是不是靠一下 总是要想办法动点脑筋 尤其在不利的局面下 这样定慢慢慢慢优优的定型 这个真的这么下去能赢吗 这是对自己后半派 是要多么自信才能这么下 像我这样后半派比较弱的下法 对看这样下法真的觉得 即使优势的时候我都不太敢这么下 实际上黑骑靠 这就是有了这不挡以后的一个后续手段 其实黑骑凶点的话加进去都可以 走这黑骑再往里爬 这活个脚并没有问题 这就彻底打破实地的平衡了 实际上这样下可能平港同觉得形势不错 这点就够了 实际上下完全局的实控已经是被打破了 如果白骑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招法 肯定就不够了 白骑凶点吃 这感觉吃完以后 这可能还是单搬好一点 单搬破空破的更彻底一点 这个下法尽管压缩了黑骑但不够彻底 这点木树并不够 实际上这下一手确实应该也要把这下打掉 在一小间 黑骑尽管有这个尖的手法 但是否真的敢这么下还是未知数 白骑可以吃 沾 加 这个其实吃不掉黑骑 把这个先吃一下再走这个 黑骑打白就算沾这个 提 白骑本身这一连斑 黑骑要杀的话只有上这种手段 这个太危险了 其实白骑就算沾也就先手一个眼 这里有漏风这里也能连 先手一个眼肯定没有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黑骑要硬杀白骑 奉献相当的打 那白骑又为什么留给黑骑留一个转身的余地呢 尤其形势还不利的情况下 实际上走这个黑骑搬了一下 虚晃一枪 然后随后把这个给爬了 这个就白骑感觉失去了一次实地赶上最好的机会 即使那么下也不一定有优势 但只有这样才能争胜负 这个被黑骑爬掉以后 目数损失太大 这个无论如何应该吃下 爬了以后 现在黑骑就不敢再走这个了 白骑就不敢再走这个了 再走黑骑一尖 这个太危险 又有了这个埋伏 这下面又白插一个眼 这肯定不敢了 白骑只能走这个 黑骑打吃 所以黑骑这一带走了 白骑只压缩了黑骑两三四木骑 而黑骑把这里全连上 相比这里的实地损失 白骑显然没有办法弥补这里 弥补这里的实地损失 这一带下完以后 我们可以继续再判断一下形式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 二四五六七八九三十 三一三二三三三 四十五五十五六五七五八五九 六十六六四六七六 六十八九目的样子 白骑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五三 三十五四七五十五 白骑即使围绕这中间 四十五六六目的话 全局也就六十左右 这黑骑盘石再加厚 这应该说对于白骑 已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难局了 下面一首其实又一次 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如果形式不利的话 我更多的首先 我想先把这个给粘了 这粘一个至少要加点 比如说粘可能它怕粘 那我再把这个拐了 我总要想办法让黑骑变薄 或者我就把这个搬粘给抢 这个搬粘抢完以后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我就不怕你冲断了 冲断我肯定粘这边 对吧 另外一个我还要加脚上 就冲一下再加的一个说法 冲一下再加的一个关子 这本身我们可以看一下实战 实战白骑走这个黑骑冲断 这里的木数差别多大 实战接下来白骑只能走这个黑骑搬 白骑只能走这个 我们可以点下木数 123456 这里只剩六木齐 而如果跟这个搬相比 搬完了加相比 刚才这里有123451112 白骑增加了六木齐 12-6等于6 而黑骑呢 黑骑上边增加了一木 这里两木 3 4 5 6 7 8 9 10 11 这将近是一个后手将近17木的关子 当然这里跟后宝有些关系 但这手机的价值在15亩以上 这是毫无问题的 白骑收了一个追求味道的厚的关子 但放弃了这个 实际更有注重时效的一个板毡 这一进一出的话 实地的差距又被拉开了 这确实如果在优势的情况下 收一个厚的还无可厚非 但现在形势已经是木树已经如此吃紧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斑毡 被黑骑抢掉多少一些心疼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日本骑收真的一种风格 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在一方面他们确实 他们骑普遍都非常有韧劲 都擅长于后机勃发 但在一种抢控的角度 在一种现在更注重速度和效率 这种骑的一种大势所趋下 像这样的一个下法 多少又有些缓 不管是日本职业骑戒 还是业余骑戒 可能他们从小受到一种训练 多多少少受到以前传统日本 维持的影响态舍 所以宁愿这样一步步 一步一个脚印的下棋 很稳 骑行你看从这盘骑 白骑骑行下得非常漂亮 都是走在行上 而黑骑同样也是如此 但在劣势的情况下 他们翻盘比较困难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白骑把这个吃了 这也是全盘最大的 但依然是有点缓 所以总是想在这里 尤其这部有刺先手的情况下 脚上还是有点味道 走这 加到一下就已经便宜了 瓶岗虫先生确实太擅长下 这样的局面了 又厚又有木树 然后还藏着以后的木树 在将来一段 又会有不少木树进账 这个已经增加了不少木树 他特别喜欢下这个局面 白骑这部飞 可能应该说是最后的一个败招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手段 在我的感觉下 我觉得这起白骑至少要拖到这一些 黑石如果顶的话 那白骑在这一加又特别舒服 加黑骑如果挡的话 白骑这一吃 这跟刚才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 加了白骑这个也是先手 跟这样比那差的太多了吧 跟这样比的话差的太多了 那我们得看看黑骑有没有反击 比如说黑骑走这个 那白骑加一个 黑骑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骑只有一尖 这至少能抠掉很多木树 甚至黑骑可以都先剪再搬 都可以考虑往里搬的 直接尖了搬的手段 黑骑这时还是有点风险 走这个白骑一粘 一爬白骑一粒 注意黑骑不能挡这个啥 由于有一路立的先手 黑骑只能立这个啥 这将来这里的味道还是相当怪的 白骑还是很有机会 作为烈士的一方 如果黑骑肯退那白骑一搬 甚至就退 就等于白骑已经白白爬到了这一下 那总是有便宜的 所以黑骑这个时候 白骑拖是可以最后的一个拼搏的机会 实战走完这个 黑骑一搬 这基本上我觉得当时可能 平港从新一旧已经很定了 来吃一下 我把他先搬了一下 这都无关紧要 再把这退回 黑骑一夹 把这里白骑刚才获的木树都吸掉 真的下得很稳啊 就大家都美目这里就可以了 那再一段 这是我们可以判断下木树 最后再点边 12 13 20 21 中间点两木齐吧 23 24 26 7 28 29 33 13 33 36 46 47 48 56 57 58 59 60 白骑还是60木 黑骑4567 89 10 11 12 13 14 15 16吧 中间这里左右 16 21 223 24 56 27 33 35 37 38 39 4 41 42 45 60 73 74 75 77 黑骑将就76骑目 尽管现在该白骑下 白骑中间有点潜力 但我觉得排10以上的优势 已经是不可动摇了 但其实这骑 因为白骑长木的空间 确实还是有 但其实 这种骑确实很难追 应该追不上 毕竟十几木的骑 你要干长出十木 是否刺太难了 关 呼 依然不慌不忙地收 然后吃 踢了 一直飞 这已经是像这样的手术 对于平岗虫这样的高手来说 又是他的擅长 他关子是非常的强 再一尝 这就被剪之剪的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再一管 联络的同时又把自己木围上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个 平岗虫厚重的关子 下的滴水不漏 搬到这 这飞 这其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出 两人的关子上的实力 还是有点区别 还是有点差距 这关子确实是平岗虫的一个强项 应该说差距非但没有缩小 还是在不断的一个拉大的一个过程中吧 找了没结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个时候千万别大意 因为走这个被冲 如果这不补的话被走这一冲 这反而出棋了 但这盘棋平岗 平岗虫曾经 我印象中他跟一个荷兰棋手 在世界与锦标赛上 曾经出现过一个特别 就这样的一个棋型 平岗虫痛失好绝的一盘棋 也是欧美棋手第一次战胜中日韩的业余高手 当时这个时候他以为对手肯定走这个了 就这样一个棋型 而是这样的被扑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棋型 没想到对手在补之前挤了他一个 平岗虫没看见 走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荷兰棋手把这个也断大了 然后爆出了惊天大了 但像可能现在平岗虫先生 随着年龄也增大 这个失误也越来越少 他现在把这些毛糙的毛病都已经补上了 而后半盘越来越强 日本棋手确实年龄大的棋手非常有实力 竞技寿命都非常长 其实下到这样的话 从这盘棋的对局的一个悬念来讲就不强了 我们刚才也只是为了更好地观赏一下平岗先生的一个棺子吧 确实下得滴水不漏 应该说可以看出这盘棋总体来讲 黑棋的实力要更胜一筹 但两位棋手同时反映日本棋手的一种 尤其日本业余棋手的一种风格吧 非常的厚重 他们棋都下得形状特别优美 而且棋特别有韧井 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 他们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但他们的一个弱点 包括我觉得整个日本业余围棋 都是一个对抗性还不够 没有中韩那么激烈 中韩的时候可能一步还手 两步还手 这棋就特别难下 而他们的整体的一个风格 就是大家都是慢慢来 所以一步两步棋的问题 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从整体来看 这种情况 长期的往上显得 就棋的对抗性不强 遇上中韩的业余棋手 会比较吃亏点 这可能也是日本业余围棋 在现在世界业余围棋棋台 相对没有以往那么强势 他们现在日本业余棋手 大多数会跟中国台湾 包括朝鲜棋手 他们在争处一个第二集团 而中韩业余棋手才是第一集团 这也是日本业余围棋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缩影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